在政策的現象也可以拍桌面 我記得2019年那時候 蔡總統要競選連任的時候 其實蘇縣長就出來講說 論文門或許是他的最大的罩門 對 會影響他的選情的最大罩門 那後來沒關係 他也 反正他就是當選了 但是前陣子彭P遭到通緝的時候 縣長毅然決然站出來聲援 你可以幫我們講一下你的想法 我記得當時這個論文門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其實沒有預測 那個會影響到他的選情 因為當時的那個外界的 美中形勢變化太大 所以論文門對整個當時的選情 其實影響算非常非常小 所以當時整個台灣的 這個芒果乾危機感 這個緩送中的情侶 就鋪天蓋地都是在 在關注這個 所以整個形勢 其實是有很大的轉變 那我的了解是這樣 就是這一次當然這個說 照道理這個以我們的理解 如果蔡英文的在檢察官 就是檢察官在偵辦的時候 三個通能把他用不起訴的 就是說他可以對黃偉三個不起訴 對賀德芬 對林環牆不起訴 可是他對彭P起訴 那另外有一個童文勳 童文勳也是常在談這個 童文勳他連碰都不碰他 他等於是三個不同的處理模式 因為童文勳也是很銳利的 也講了非常多 結果他就是把整個打擊面 就變成童文勳藝人 那當然某一個角度是說 彭文勳他這個比較有名 而且彭文勳他的這個 當時的收視率 可能也許比較高 他的論述可能大家比較多人 他在民視的政經看民視 當時的這個 的確有很大的受眾 所以他有縮小這個打擊面 可是這個從政治上的角度 坦白者不是很好 如果當時他就也不起訴 也不起訴 反正就是這個 表示這個總統的寬容大量 我接受你的質疑批評 對 你去講沒關係啦 這個就是言論自由 或者是說這個 就是說有政治人物的 也管理他的學歷 這個部分有可受公平的地方 那所以當時把他起訴 本身就是在政治判斷上 那就是一個問題啦 就同一件事情 同一群人講同樣的事 居然有人被起訴 有人不起訴 有人根本不管 對 然後彭P就想說 我是根據林環牆那個報告 我是根據賀德芬的報告 怎麼他們兩個不起訴 要起訴我 當然你就是要打壓我 你就是要破壞我嘛 對他來講就是這樣 不然為什麼這個賀德芬 跟這個林環牆都沒事 然後童文勳講同樣的事 你連提都不提 告都不告 所以彭P當然就會認為說 他這一生就要跟他拚到底啦 對 而且彭P以他彭P的歌 跟你拚了 真的是很有 他每一天 他的政經官每一天 我真的很難想像 每一天都在播 所以這個也是很有趣啦 就是說 所以說 蔡英文也是 台義說很討平的 討平的 當時也討平的 兩個在抵啊 是是 所以彭P以他就說 那我就跟你拚到底了嘛 所以某一個程度 那當然我們從法律者的角度 我會覺得說比較 或是從我們政治經驗來看 蔡英文其實當時比較聰明的就是 也讓他不起訴嘛 不起訴他就不會變成一個 政治受難者的身份嘛 我都冷處理 我就當沒聽到這樣子 對 我就讓你罵 讓你罵 然後他這個 彭P現在就變成 掛上一個蔡英文總統任內 民進黨執政任內 唯一的政治犯人 他現在就變成這樣子了 就讓你關啊 讓你起訴嘛 第一個現任總統告平民百姓嘛 然後還起訴 還通緝 然後現在把他通緝 那通緝的話 他說這個進來被抓 如果是他進來被抓 然後這個2022就跑去登記選舉 現在大家都在討論這件事情 有人說叫他去桃園選市長 去桃園選市長 因為你訪愛名譽 真的關不了他的啦 你用這個罪就是怎麼樣判刑 你也關不了他 只是讓他變成一個政治受難者 然後更凸顯 那麼小英政府的 小英的這個論文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事件的處理 也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你胸襟的問題 你今天如果不處理他 你就罵讓他去罵 那他的這個動力不會像現在 他現在我被起訴啦 我當然要拼我的清白 所以他就全力 動作更大更激烈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小英政府 他小英本身換了一個戳 他的胸懷 你的胸懷不夠大 然後第一個就是這個通緝這件事情 他們幾個律師去罵法官 或是罵檢察官 可是我從事的法律工作 我會認為說 其實這個檢察官 他也是有政治壓力 有政治壓力 不是說就司法歸司法嗎 沒有 他還是有政治壓力 因為這個檢察官 如果他要升遷的時候 他那個檢察官的人事委員 因為這掌握在法務部的手上 對嘛 這根本來講 根本就是掌握在法務部的手上 我在判的時候 我會想著我上司怎麼看我 對啊 他會想說 我這樣判的話 我可能這個馬上 被我們這個檢察系統的大佬 認為說這個傢伙嗎 這個是你搞不清楚狀況 來造反的喔 這個傢伙就是造反派的喔 所以呢以後什麼聲簽 他都沒什麼機會了 所以他就不太想去 所以他也會有政治判斷啊 那不一定人家告訴他 他只知道說因為檢察官的人事 是檢察行政主導的嘛 都是那種有擔任過 檢察行政主的主要的那些 佔的比重偏高嘛 那偏高的情況就是 就是檢察行政主導為主的 這才會比如說 你有檢察行政經驗 然後你就去當法務部長 他就變成 然後檢察官 又佔多數 所以這個為什麼老百姓 沒有辦法 因為是檢察行政的人 在指導整個檢察官的人事任命嘛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說你要怪這個檢察官嗎 還是要怪這個體制 所以我覺得你不改革這個體制 你只罵這個人 你原來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你就是說沒有人這麼清高 就想著我有生機要養 我有未來的前途要看 那我為了彭文正 這個素媚平生的人 我要去做這個判斷的時候 我要真的要 這個順著彭文正的 還是順著這個政府體制 他當然天然交戰 然後這個 現在這個台灣這個政府體制 你這個太有正義感 這個不能用 這怎麼會這樣 我們這個社會變成這樣子 現在小英政府的 小英政府的這個價值體系變了 這個太有正義感 這不能用 完蛋了啦 太有正義感難搞 這個還算聽話的可以用 要聽話不是要正義感 所以就變成這樣 你說這個檢討 你去罵這個檢討官 這是我的看法 你應該去檢討這個體制 然後另外法官也是啊 你說這個法官 這個彭文正傳他來開庭也不來 一次不來 兩次不來 然後又在美國說他要去 這個要去這個 尋求政治庇護 那尋求政治庇護 他不回來啦 你說這個法官說 不把他通緝 這法官回去這個搞破院長說 啊人家都是要去政治庇護的 都不回來的 你還不通緝他 那不是 不是 這個法官的 也是涉及到法官的人事任命權的問題 他也會想說 哇 他等於他跟你發出挑戰了 然後你不作為 那我就被長官定了 你不把他這個通緝 可能這個長官認為說 你沒有你沒有guts 你沒有勇氣 然後你這個沒有維護 這個法院的尊嚴 然後他可能這樣子 對他將來的升遷不利啊 對 這個都會是造成 而且法官的這個任命 也是由司法院的這個人事委員會 然後那個也都是 法官占多數咧 所以為什麼一堆恐龍法官 因為法官人事任命 法官占多數啊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這個彭文聰被通緝 然後彭文聰他現在當然說 這個法官怎麼樣 這強官怎麼樣嘛 其實背後這個體制 體制就是這樣 這個體制你不處理的話 是很難很難講的 那現在這個 你把他一通緝的話 那彭文聰就更有條件說 我就是政治犯 你哪有人家毀謗的事情 而且我這個 妨礙名譽被通緝 這個大概是第一人了 而且這個又只是討論 公共事務的總統的學歷真假呢 總統的學歷真假就是毀謗 質疑總統的學歷就是毀謗 那這個就是這麼沒有度量的 不可以質疑當今盛上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呢 他又說他這個只要這個14天嘛 現在從國外回來要關14天 然後自主隔離7天 總共21天嘛 然後他說你只要那個 這個隔離14天這個東西 能夠這個 一定要進外旅館 以前都還在家裡面自主管理 他還可以做節目嘛 所以他某一個程度 他會認為說 以他現在這個狀況 他回來會影響到 他的節目的製作嘛 所以他說如果過年以後 大概就是過年以後 整個14天調整 有所調整的時候 他就會回來嘛 那他的律師也在那邊講 所以某一個時候 你這一次把他通緝 讓他更做事 我就是正在煩 然後這個我基本上認為 從情理上還有比例原則來看 的確是沒有那麼必要 真正把他通緝啦 我在談的主要就是這個原則 那另外就是這個制度啊 你現在這個制度不改 你這個法官跟檢察官都不得不聽從 這個行政當局的意見 你要自動幫這個行政當局設想 就變成這樣子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司法改革 最核心的硬體 就是這一次我們碰到了 人事不能獨立嘛 人事不能獨立 所以其實這一次修憲的 其實應該要考慮把 司法案廢掉嘛 然後讓這個比較像華國 他們有一個叫做司法會議分類 最高司法會議分類 法官組 檢察官組 法官都沒有過一半 檢察官也沒有過一半 那有一半都是屬於比較外界社會的人士 那這樣的話才能夠比較 從外界的觀點來比較持平 比較不會說法官官官相互 檢察官官官相互 或是由行政主導的 這樣的一個人事來決定 對 因為我先跟觀眾朋友 來講一下 就是大家知道蘇患智縣長 當然大家最知道是縣長的身份 但是其實蘇患智縣長是一個律師啊 是很資深的律師 所以剛剛他從整個司法體制來講 那講到這邊 我藉機趕快打一下廣告 這個中天電視 也跟現場報告一下 就是因為我每個禮拜五 就是大概跟彭P會有一個 論文門開箱的節目 當然會 他會講一些他的狀況 來 中天電視底下這邊 有一個頻道 大家可以選一下頻道這裡點進去 就一個論文門開箱在第一個 現在新成立的頻道 獨立出來的頻道 希望大家多多來幫忙按讚 幫忙按訂閱好不好 這邊訂閱小鈴鐺按下去 好 我這邊講 剛剛就縣長有特別講到這件事情 就是我知道彭P他的想法是一個 當初在審論文門的時候 在有一個法官他認為是 很認真很努力的 叫做卓玉璇法官 然後他那時候還去跟英國調資料 結果審到一半 突然說修預音架 所以他認為是被預音架 就是剛才您講的所謂的人事制度 你在這個整個體系 你太有正義感 或是你太覺得說 我不是認為誰對誰說 但是我要去探個就禮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被換掉 這是這個整個體制上的問題 回過頭來來講到說 他這次被通緝 他主張的是說 第一個你並沒有 私機發傳票到美國給他 你怎麼可以通緝他 第二個他覺得是 看法條上面啊 就是妨礙民喻是一個輕罪 通常好像我看到在法條裡面講說 是審判庭的時候 你這個被告才要到場 但是由於是輕罪 例外的話就是 法官也可以當庭就宣判 不見得被告在場 所以他就很好奇說 第一個我不必要在場 這不是必要條件 第二個我可以視訊 你要我表達意見 我視訊表達意見 或者我放棄我的言論辯駁 為什麼這樣子也不行 這個不知道 因為還是因為這個就是刑事 他出庭他就一定得出庭 基本上當然這個都是 我應該這麼講 就是這是法官的裁量權 法官的裁量權 所以彭P的這個辯駁 也不能夠說是不對啦 就是說從合理性來講 那麼彭P的辯駁 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從法官的立場來講 他覺得說 我通知你來開庭你也不來 然後你也知道這個時間 也通知你的律師 你也知道這個時間 而且你自己都在節目上表達 說什麼時候怎麼樣 他認為你已經知道了 對 所以法官從他自己的角度去解釋 也並非不可 也就是說這裡面有一些裁量權 那的確是一個輕罪 可是某一個程度 我覺得在這個事件裡面 彭P是有一點有意 有意要讓他變成 我就是政治受難者 你就要讓我變成政治受難者 那這個整個他的這個邏輯 變成就是說 法官在整個考量上呢 他想到的只是說 我的法院的威權 被你好像一直在挑戰 對啊 你法院的威權 你踐踏我法院的威權 他可能當法官 他可能會有先天上 那就有一種說 我法官應該高高在上 你藐視我們法院 他可能會在心理上覺得說 你藐視我們法院嘛 我就是不爽 也有一種態度啊 法官也是人 他就是覺得 他就是有不爽 不爽 然後你像這個檢察官 這個劉成武檢察官 我是代表國家貢獻 你很多行為讓我不爽 他也可能會覺得說 我檢察官的這個 代表國家律師的這個角度 被你挑戰 我就拿我手邊看 有什麼工具來對付你 所以我就 我的權限裡面 我能幹的我就幹吧 他某一個程度 他也會認為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情況 反正這個是他裁量權的範圍 就是他能夠裁量權的範圍 那所以我個人認為 就是說在整個事件 其實以這個總統武的立場來講 坦白講應該 塞英武的立場 應該就是要儘可能的 你不要讓人家覺得 他要變成一個政治受難者 你讓他一直往政治受難者的方向 那表示不治嘛 就是不聰明的 因為他就是要讓自己塑造成 一個政治受難者 然後要把這事件變成國際化 那你現在讓他變成 越來越像是一個 一個因為質疑總統的這個論文 都變成一個政治受難者 然後變成一個國際的事件 那其實不是很聰明的啦 可是也有一些人在講說 對啊怎麼會讓彭P一直天天講 然後有新的素材講 那你一直說 剛才像這個縣長講說 好像變成他會變成一個 政治受難者 但有人反過來講說 那你就把這些所謂的論文的事件 給適宜清楚嘛 沒錯 沒錯 就是本職在這裡 早就兩年前你就解決 那怎麼會一直燒一直燒 然後變成說 你每次提出來的東西 人家都還會質疑你 就是沒有一個很切確的東西出來啊 是 是 這個坦白講就是說 這個舉證責任其實是在總統啦 是在蔡英文 就是說人家質疑你的論文的時候 就是質疑你的學位的時候 你就應該舉證去證明 你不是一般的被告呢 你是總統呢 你是一個全民投票給你 選出的總統呢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更應該有社會責任 政治責任去揭露人民對你的質疑 就是一翻兩瞪眼 你們再講就沒有啦 結果呢 你的揭露一直不及時 然後甚至你揭露的東西 人家也提出非常多的質疑 然後你乾脆就把這個教育部 把他的從當時進政大的 還有他的什麼升等的 所有的資料就列為機密資料 到2049 那就更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嘛 所以你就是變成 你就不舉證了嘛 你就把它變成機密了嘛 甚至連資訊公開都不做了嘛 所以呢 坦白講你 你這個變成質疑者有立場講話嘛 我質疑 結果你不敢舉證啊 你不敢讓人家給大家看資料啊 所以當然核心的問題是這樣嘛 所以其實在20 就是當時他要連任的時候 我們就看就 入門最大的問題啊 可能不會影響他的連任 可是最大部分是影響 他的終身的幸福 就是他的整個信譽啦 就是總統的 信義跟幸福啊 幸福 對 當你 幸福人 對 因為你 譬如說你到了 你從年輕的時候 那麼大家都認為你是博士啊 你拿了學位 而且是LSE很傑出嘛 結果到了你這個 總統卸任的時候 結果社會說你的論文 你沒有論文 你論文是假的 你的學位是假的 你看你走到社會人家怎麼看 你要看人的時候 你走出去怎麼看人 怎麼見人嘛 他被騙了幾十年 就是說對他來講他是 我們從來沒 我是在看了林環牆 那個記者會才知道說 哦 有這種事喔 大家會覺得 哇 看不懂物理看花 以前人家講的時候 他覺得不可能啊 怎麼可能 就是說大家有人在談這個事情 就不可能 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可是到了林環牆那麼認真嘛 他變成當作一個評估審查報告 對 一個學問在做了 對啊 就變成一個學問在做了 變成論文在做了 剛剛縣長講的真的是 符合我的心情 因為我大概是跟觀眾朋友這樣 我大概是今年四月開始跟彭P 開始有所謂的要彭P上節目 或是視訊對談 在此之前 我完全對論文們 就是會覺得 我只知道一方指控另外一方 沒有論文或是假論文 假博士這樣子 然後剩下那到底指控什麼 我覺得我也覺得 我也跟縣長講的一樣 就是說可能吧 他都是康乃爾的碩士了 什麼LSE博士 而且就覺得好像過去 我們領導人念個博士 這個好像是基本門檻的感覺 大家都是除了阿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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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講也不會有人認為說 博士是總統的 對 但是覺得不會去懷疑啦 就是說總統是博士 這個不是國際的標準 反而博士當總統的不見得是多數 不見得是多數 但是在台灣 對 但是就是說 因為博士當總統不見得是更能夠 符合這個民間的這個 其實我覺得這個 反而馬英九就被人家講說 你讀太多書 你離民意越來越遠 反而離社會 離民間太遠 其實現在蔡英文的狀況也是 你離社會太遠了嘛 那可是坦白講就是說 這個總統是不一定需要博士學位 可是你從年輕 1983年一直說你是博士 1983年到現在 社會也沒有懷疑你是博士 這就是因為這一次 連任的時候 這個才被提出來 特別是林環祥提出那個 那其實這個事情 如果你真的是沒有問題 你就資料就公佈就好了 譬如說像我是拿了一個 壽士學位 然後我的論文 我的論文出來的時候 我就印了一千本 一千本喔 對啊 一千本啊 有要送給很多人 也不是就是送給 當作是分享 對 就是當作的論文一千本 那蔡英文感覺起來好像只印了四本 然後四本都不見了 這會讓人家覺得很匪夷所思啊 就是說我們 你真正靠自己的能力寫出來的論文 你當然很高興跟人家分享 是啊 所以就是才會 所以我每次這樣連線聽的時候 就跟這個縣長的感覺一樣 哇 有這種事情 這個真的說不過去 你就開始慢慢慢慢自己懷疑說 真的如果他不是沒有論文的話 或是他當初論文不知道怎麼得來 或是出了什麼狀況 怎麼會有這麼多巧合 奇怪的事情出現 那好 最近這兩兆爭執的點 就是說反正總統府就咬定說 倫敦大學就說我有論文嘛 倫敦大學就說我是博士嘛 那你還要怎樣 那但是呢另一方就是說 不管你中間是用了什麼樣的方式 我現在就是用各種的舉證來講說 你就是沒有論文 那最近最近造成大家現在最轟動 最燒的最嚴重的就是這個嘛 Denied Coding嘛就是說 比如說這LSE透過了ICO 就是那個諮詢官特任委員會 就是說我們沒有蔡英文的口試委員 跟這個口試委員的相關的資料等等 好 這個大家都會覺得 哇 第一次有官方的認證 但是我們要平衡報導 是昨天總統府就發了聲明 其實他發的聲明裡面 談到很多就是大概就是說 我不管你是倫敦大學 有這個口試委員的資料 還是LSE就是倫敦政經學院有 反正我不知道 但是倫敦大學說我有資料 然後說我是博士了 那其實彭文正今天也特別 發了一個聲明 我跟他講說總統府昨天 兩三天沒有回應之後 他昨天是特別透過律師 意思其實結尾就是說 再亂傳我就要告啦 他大概意思就是這樣子 我澄清了我要告 但是呢 彭文正在他的臉書上面 裡面大概寫了大概有七點吧 七點就是一一的來反駁 這個總統府提出來的聲明 我覺得大家觀眾就是或是 宇宙政經學院的朋友 其實都可以上去看 或是彭P也說他裡面 大概講了很多次 就一一的來回擊回應 不過我這邊就不細就講了 因為那個可能是禮拜五 論文門開箱在講 那我先去問說 怎麼看這一次所謂的ICO提出來 然後說LSE承認說 他沒有所謂口試委員資料 因為過去喔 彭文正為什麼被起訴或什麼 他們就是說 其實檢察官拿的資料 就是說LSE講說 口試委員是誰誰誰是誰誰 所以你的質疑是無地放屎嗎 沒有根據 那這次怎麼會LSE說 哎我沒有資料的時候 總統不要說那你要去問倫敦大學 那過去的在檢方的 這LSE的資料是怎麼來的 LSE的官方的這個 正式的會議看起來就是兩套嘛 對看起來就是說目前大概就 我大概看大概印象就是兩套了 那麼這一次給ICO的 就是那個執行官的那個 執行官推論委員會 他的這個是有一個 一個校評會還是什麼 一個校評會正式給這個執行官 說他們沒有蔡英文的口試委員 還有這個口試論文審查的 相關的這些資料都沒有啦 那可能在之前 那麼這個LSE曾經有表示說 他有拿到學位 有拿學位 還提供了裡面的法律律顧問 還提供了兩個口試委員的名字 給了臺灣的檢察官 是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這個 當時由LSE發出來的單位 到底是哪個單位 是哪個行政單位 然後也沉寂到什麼 這可能也要進一步了解 那當然我的了解 當然就是彭畢或者是 這個林環祥教授 是認為說 LSE有涉及掩護的問題 可能有涉及 相關人員 也有涉及掩護的問題 那總之這個事情 是一個繼續在調查 在國外的嘛 可是在臺灣的部分 就是我們先回到臺灣 就是說臺灣你教育部 把那個資料蓋個30年 這是一個所有知道法治的人 都認為這是不合理的 這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 那所以呢這個不合理的情況 其實還蠻簡單的 你只要有國會調查權 立法院有調查權 你就可以要求國會要 教育部要提供資料 要去審查說 你把這個類為機密 有沒有符合機密保護的原則 或者是你把它類為機密 就是已經本身就違法了 那而且這個資料的揭露 如果有國會調查權 這些事情就非常清楚 那到現在呢 我們國會要去調這些 都沒辦法調嘛 那也沒有人嘗試說 要把我們立法院的 國會調查權 正式把它明定 那其實這次修憲呢 其實應該就是廢考監 然後這個監察院這個 因為監察院這個調查權 監察院這個調查權沒有牙齒 監察院的調查權 監委都是總統任命的人 而且沒有牙齒 因為這個監察院的調查 調查報告呢 各部會不遵守了 離譜皆是 調查報告說你這樣 你應該給啊不給 他完全也不理不睬 不理不睬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就算說要一務城市 也要到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也不是你監察權 可以智慧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就是 讓整個國會擁有 更直接的國會調查權 然後呢 調業權 然後聽證的這個權利 然後呢 藐視國會的 這樣的一個責任 把整套這個美國的國會 的相關的這個權利 在台灣的國會 這次修憲馬上確立 那陸媒的事情就跑不掉了 你光這些資料一掉 大家就可以馬上 就看得清楚到底怎麼回事了 那你這個整個彭批的質疑 當然就是你資料不公佈 人家就很確定跟你質疑 你這個有問題 不然你為什麼不公佈 所以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除了這個個案之外 其實我們透過這個個案 更何其凸顯說 我們現在國會的監督 也是沒有牙齒 是啊 這個我現在線上 有大概四千八塊要五千人 那大家贊成這個現場講的說 國會就是所謂立委 應該有調查權的幫我加一 認為說監委的調查權 就可以發揮作用的幫我加二 我來看看 大概大家的意見是怎麼樣 不過你剛才講到監委 就算有調查權 可是以現在體系來講 監委其實就是 某種程度就是總統派任 那派任的監委 怎麼可能回頭去調查 總統的論文 大家會覺得這不可能嗎 對 以目前體制來講 就是你要讓監察案的調查 這個總統幾乎不可能的 對 是 是 然後國會又沒有調查權 然後我記得賀德芬老師 為了這個說 你怎麼可以封存三十年 去告了教育部嘛 那這個法院二審判決出來 是派賀德芬老師輸 然後原因是說 我封不封存的理由 我不需要告訴你 就是說我 就是這到底封存的依據是什麼 不用告訴你 我也覺得這個是蠻特別 因為它引用的好像是 因為法條部分我不敢亂講 可能就是 不曉得是國家機密保護法 是什麼 它就是說 我並沒有一定要告訴 告知民眾說 為什麼要封存的理由 這個是違反常識的 你說總統在選舉的時候 跟人家講說 他是博士 他是LSE的博士 然後大家要去查證說 你是LSE的博士 你相關的資料 那麼你應該要舉證啊 那這個舉證的相關的資料 還有你從一開始在政大 這些都是相關的證據嘛 那你這些你都不揭露 那你說這個 這個是一個最起碼的 一個公眾人物的這些 必須要做社會檢視的 一個公開的資料嘛 這個資料跟國安有什麼關係啊 一點關係也沒有 所以整個法律不能夠脫離常識 你如果搞了法律 也搞 也脫離常識 就是說你的學位 你的學歷 你的博士認為 那麼這在你的選報法裡面 你的競選登記 你都這麼添啊 你當然有這個義務公開啊 對啊 要不然你公文燈載不死了 所以那你現在 你連這些東西都要搞到30年後 然後呢這個還說 我機密的等級什麼都 我不必要跟你講 不必要跟你跟平民百姓講 這很奇怪嘛 違反常識啦 就是說你的法律定到違反常識 那結果你法律本身 就是為了犯罪用的嘛 對啊 這個就真的是在玩法 但講到法 也是觀眾朋友很關心 我自己也很關心 因為蔡總統在這個事情出來 大家當然覺得哇 舉世華人就說 那真的是不是英國的官方機構 否認了這件事情 否認我有蔡英文的口試委員的名單 或是否認蔡英文有參加口試等等 好 燒了兩三天之後 在昨天大概 我記得下午還傍晚的時候 蔡英文透過了律師事務所 來發出了這樣子的 一張這個所謂的 我不知道這個算是什麼樣的函喔 這個算是聲明吧 曾經聲明 當然最後他就講說 這個不要再誤導社會輿論 應注意法律責任 以免自誤 聽起來我簡單來講說 就是再亂講我就要告嘛 那我不知道以 縣長的法律的專業來講的話 我們如果再探討這些事情的話 當然我們雙方的意見 大家都有陳述嘛 真的這樣子會容易說 他覺得是不對的 他會告 那我們真的會有被告的可能 或是被告的風險嗎 以現在來看 你也不能夠說沒有風險 你說像彭文正不是被起訴 他就被起訴了 對 被起訴了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 但是被告太多了 現在質疑在討論 太多太多 告不完 但是有沒有為何之後 當然還是有威嚇作用 總統當然在威嚇所謂的民眾 當然還是有啊 你說他為什麼要起訴彭文正 那就是要代表他要威嚇啊 是 他起訴他 如果他真正有寬廣的心胸 那麼有比較大的法律見解 那彭文正你就不要起訴他嘛 賀德文不起訴 林環環環不起訴 彭文正讓他繼續叫 沒關係啊 可是為什麼你要起訴他 但是為了威嚇嘛 告訴大家你們不能亂講 亂講就像彭文正 彭文正這麼有名的人 殺雞儆猴 還殺猴警雞啦 現在是殺猴警雞啦 這個彭文正這麼有名的人 我都告啦 這麼有影響力的人 我都起訴了 我都把他起訴了 你看 你看 我們這個市警小民 你隨便亂講 所以他其實就是 殺雞儆猴的味道 殺猴警雞啦 彭文正比較大尾啦 對 對 對 然後彭文正來開刀 告訴大家說 他要起訴你也是可以的 但這件事情我又想到 回過頭來講到媒體的部分 跳過來啦 因為我記得在被起訴 通緝的那一天 我中午正跟他連線 但是那時候新聞有快訊出來 還不明 法院還沒有批准通緝這件事情 所以已經可能是 有一些風聲傳出來 那時候他自己本身也不知道 他正在已經準備要被通緝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做了現場的連線 那事情就過了 然後到了隔天隔兩天吧 這個友台就是電視台 也連線了彭文正 要講他被通緝的事情 然後就是在廣告 準備要進到節目開始之前 那接到了可能我猜是 長官的意見吧 或是說不管是誰的意見 然後臨時就把它卡掉了 然後得到的說法就是 通緝辦不能上節目 不能連線 我不知道以律師的見解 覺得說這兩個層面 到底法律 他現在是被通緝 但是他不能表達意見 或是他不能參加連線嗎 這有法律的問題嗎 就是相關的媒體 會有附帶法律的責任嗎 第二個這個電視台 我大概也理解 因為背後有一個NCC NCC是一個太上皇機構 就是我們這樣掰了 他認為你有問題 你就有問題 所以這兩個問題 我不知道縣長你怎麼看 就是第一個 法律責任到底有沒有啊 我覺得讓通緝辦不能夠講話 這是很奇怪的 是 這是很奇怪 就是說通緝辦就是一個 新聞事件的當事人 那這個新聞事件 你總是要給他講一些 他的意見嘛 他被通緝了 你說讓他講一點 他對這個被通緝的原因的 一些答辯啊或什麼的 這個應該是合理的 權力的表達嘛 那可是通緝辦 有沒有哪一個法條說 通緝辦就不能上節目啊 通緝辦就不能連線啦 沒有這個法條嘛 沒有這個法條嘛 沒有這個規定 絕對沒有 這個規定很奇怪啦 是 所以然後那個 而且這個就是 你介入到整個 資訊通信的一個 所謂的連接的這樣的一個 如果這是一個由NCC出面 干預的東西 那顯然NCC 這個是一個違法行為啊 可是NCC現在可以說 沒有啊 我什麼話都沒有說啊 但是的確電視台正在 可能要在審照的過程中 目前最近這一陣子 是接近這樣的狀況 那回過頭來 你看到中天的狀況 就是中天就是 的確我說關是可以關掉的 你是說這個 電視台自己嚴格了 就是他會不會揣測 就是這個有可能 因為我的命運是交往 別人手裡啊 有可能就是說 因為在連線的 這個就是他 可能會自我審查吧 就是說他會自 就好像我們剛剛提到說 法官 檢察官他可能會 自己政治判斷嘛 他可能會自己判斷 我如果沒有把他通緝的話 我可能沒有前途 我可能我以後在法院系統 我要談什麼聲簽 都沒什麼機會 他可能會自己覺得 有這樣的一個壓力 就好像檢察長 或者是說 檢察長或是法院的院長 或是這個案子如果不處理 他可能這個下一次 這個院長位置被拔掉了 或是檢察長位置被拔掉了 所以我覺得這種所謂的 自我審查 或者是自我給自己 劃定那個界線 我覺得這個是可能 因為他們現在的狀況 就是要聽話嘛 然後呢要照這個 照著 要想說 我如何做一個聽話 尋規道舉的好學生 而且他們要威嚇嘛 就是他整個 從起訴彭文正告通緝來講 就是他們要威嚇嘛 就是他們要的是威嚇 而不是說好 這個 如果不通緝的話 講就要隨便講嘛 但是基本上就是說 他們希望造成威嚇的效果 這個問題不能再討論下去 討論下去就像 彭文正這樣子 所以我個人認為是 那這個有沒有效果 有啊 就學術界會有影響啊 學術界這個學界亂參與 至少就是學界 或是就是說有接政府的案子 就是這種公務體系的 學術界的有接政府案子 全部噤聲了嘛 全部噤聲 因為不太敢講嘛 為什麼也會有寒蟬效應 當然有寒蟬效應啊 連學術界也會 當然啦 學術界 當然會有寒蟬效應 就是說這個 這個起訴彭文正的這個 會造成一些寒蟬效應 當然是事實的 對 就是剛剛縣長講說 司法還有一個體制上的問題 那你看到電視台 如果假設是自我涉嫌 自我嚴格的話 自我審查的話 它其實也背後 也是一個結構上的問題 那包括學術界上 也有包括剛剛縣長講的 比如說包括我們 像我們現在在野黨 我們有1450的壓力呢 連時代力量都有這個壓力啊 都有這個壓力啊 激進當然更不用說了 時代力量你看 他也去參與這個東西 一堆網軍跑來跟你施壓 我們也是常常會面臨這個問題 你要照著這個方向走 要不然你突然發現 跑來一堆網軍跟你 罵得很兇啊 所以這個現象真的 如果沒有再去改善這個風氣的話 真的不是國家之福啦 這個未來大家變成說 真的是只有一種聲音 而且你只能跟著 某一個特定的意見領袖嗎 或者一個黨走嗎 這個真的會很慘 這個如果是在先進國家 這何等大事啊 這是何等的大事 可是現在當然就是 因為大家想說 因為在中共的壓力之下 這個台灣要團結啊 然後這些小惡我都不要看了 這些挑戰領導中心的 都是不好的就被抹黑啊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變成越來越 這種重大的正義的瑕疵 那就變成被視而不見了 然後你去挑戰這麼大的 國家領導者在正義上的瑕疵 結果這個你就一定被打嘛 對 就是再把這個 副總統賴清德 Cue出來啦 這個清 總統的網軍 可以放過他啦 就是可以放過隊伍的攻擊 現在這個網軍治國 真的不是空穴來風 剛剛其實我們討論了 幾個議題裡面 它互相都是有串聯的 我們講到了網軍 我們講到體制上的問題 我們講到現在公民 沒有辦法去自由的表達意見 這些都是很嚴重的事情 那特別要講今天綠也先桌 花了很長一段時間 去講到論文門這件事情 那過去呢 我是覺得說每個節目 當然我也聽過 綠也先桌的朋友們 就說哎 我要聽論文門 但是我覺得每個節目 有每個節目的調性 不過當論文門已經變成一個 現在觀眾矚目的 公共事件的時候 那加上縣長其實 也有自己的看法的時候 所以我們今天花了 很長一段的時間 去談論論文門 那觀眾朋友也真的非常熱情 我們剛才線上超過五千人 在看 然後最後一點時間還是一樣 來提醒大家 論文門開箱這邊 上面置頂就有一個訂閱 就可以點進去 一鍵點進去之後 你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可以按下去你的軟體 然後進來之後 這邊呢就會問你要不要 過去用YouTube開啟 然後就開啟 然後呢 你就會到了論文門開箱 這邊就給它訂閱 點讚下去 這邊需要大家的幫忙 把論文門開箱的人氣 充起來之後 未來在直播上面 大家也沒有露接的可以看到 而且下面都會有 相關的整理的 相關的話題 如果你對這個話題有興趣的話 記得去訂閱論文門開箱 那今天時間也到了 再謝謝縣長 本來要跟縣長談 還有公投的事情 這個還沒有談到 那最後一點點的時間 來談一下 你覺得公投 現在民進黨大內宣 民進黨下鄉駐獎 有兩份民調 兩到三份民調在講說 雙方的彼此距離拉近 甚至是核四公投 從這個正面同意 已經變成不同意 翻盤過來了 藻礁聽說也很接近 不知道縣長怎麼看 就是覺得說 民進黨是宣傳奏效的呢 還是說大家覺得說 看起來我覺得不同意也可以 這個民意為什麼會慢慢被拉近 當然因為民進黨把這次四大公投案 當作是一個政權保衛戰 當作這個總統競選的格局在打 那所以這個資源是相對不對稱的 不是只有黨產的 就是黨邊的五千多萬的預算 它還包括這個政府部門的 行政資源的行銷 各種這個行銷費用全部啟動 那當然這個就是 現在大家在質疑說 你這個行政不中立的問題 就是行政不中立 那麼你應該就 你當然可以答辯啦 可是你把整個資源 都拿來做這個行銷 這是不對等的 你這個資源沒有讓 兩邊的不同意見來呈現 你就變成只片面 你說他們可以拍很漂亮的影片 然後這個整個鋪天蓋地的宣傳 鋪天蓋地 然後資源完全不對等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所以這個政府的這個政策 就是原來這個不同意的 就是原來這個 譬如說我們是主張是三老一壞的 就是三個同意 一個不同意 對 那現在整個情況看起來 有一點被逆轉 被吹傷 那這個趨勢是很明顯啦 是非常明顯 那因為民間團體發起了公投 根本沒有直眼做宣傳 他沒有直眼做宣傳 連影片都沒有辦法製作 不對等的宣傳戰 然後他的影片拍得很漂亮 然後呢這個影片又發錢去做 然後呢這個影片又在養了 這個1450 然後就大量的在散佈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的確是剩下最後17天 的確是要最後的努力啦 不然的話被逆轉的可能性 是蠻高的 是啊 所以大家在看資訊的時候 其實就建議 當你很容易會接收到 某一方的資訊的時候 有意識的去找 另外一方的資訊來看 我講的不管你是接收到 不管是同意 四個都同意 或是四個不同意 或是三好一壞 不管接收到什麼資訊 去找另外一方資訊來看 兩方你都確定你看過之後 你在做你的定論 不要被某一方帶著走宣傳 就做出你自己的 同意的那一票 或是不同意的那一票 那是你自己的決定 但是千萬不要被 宣傳給洗風向了對不對 是就是說今天這個 民進黨在有關這個公投的事件 有些根本就是 不一定要有意識形態 譬如說像藻礁 或者是說三階的問題 那麼整個民間團體 提了很多替代方案 不需要花這筆錢 去蓋那個工業港 譬如說利用這個林口港也可以做 林口台北港也可以做 或者是說在一階 二階 五階 去擴張它的這個儲草 然後只要拉海管就好 可以節省國家 超過一千三百億的錢 然後又不會缺電 然後呢也不會破壞藻礁 不會破壞海岸 而且譬如像這個林口化電廠 林口化電廠現在是 火力化電廠是燃煤的吧 那個就直接改為燃氣 把那個三階就設在那個地方 那不但把這個林口港的燃煤 就用這個燃氣替代 而且這個也不用花錢去搞 再搞一個觀塘港嘛 然後呢這個利用海藍 連四階都不用做啦 所以整個國家不但是找家保護 更重要的是省了一千三百億 然後省了這些錢 你去發展綠電 譬如像我們台灣地熱 地熱都沒有發展嘛 那地熱發電 你一千三百億就去做地熱發電嘛 所以我們認為 民進黨最嚴重的一件事 是你根本就是不想坐下來傾聽 把問題擬清嘛 你完全就是用假消息 用片面的資訊 把所有過去的夥伴那些環保運動者 全部把他打死嘛 用把他敵對的方式 用劍車給他搞鬼 當作是敵人這樣子給他看頭 你好像辦一個公廳會 把這些爭議的真相 做擬清你就知道說 根本就有替代方案 根本不需要有所謂三階 而且這個可以加速能源轉型 是 沒錯 所以我認為民進黨現在 你用這麼大的力去 去做整個四個公投的行銷 其實只是證明你在走向 反民主的道路啦 這個最後一句 這個縣長的結論 民進黨是不是正在走向 反民主的道路 這不會是人民之福 那如果你不喜歡 活在這樣的社會 你就要站出來表達你的聲音 站出來表達你的不同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